建筑物造轰炸构先是起火燃烧 想不到下一秒竟宛如释放烟火般一发不可收拾 出现轮番爆炸 俄罗斯近日指控 无军针对二战区盾内刺客的马克耶夫卡士 发动猛烈攻势 俄国任命的州长普希林声称 乌克兰的攻击不只导致民宅看医劳机构受损 更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 不过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司令部 已反驳上述指控 表示仅消灭俄军一处补给弹药库 并公布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狠狠打脸俄国说法 透过影片可以清楚看到 俄军将多管火箭弹药 直接露天摆放在未完工的民宅社区 不仅没有任何遮蔽 有些火箭更是直接散落一地 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乌克兰发动攻击后 出现二次爆炸 根据乌克兰高层国防部说法 过去数据的反攻行动特别有成效 以针对俄军的人力 燃料库及防控部队等 进行最大程度破坏 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 乌克兰目前的反攻战略 是以放慢收复师徒为代价 来节省乌军人力 同时一步步销告俄罗斯军队的人力与装备 另一方面 俄国媒体近日引述专家说法 指出西方军援乌克兰 以及针对莫斯科发动制裁 主要目的不是瓦解经济 而是要让数百万俄国人民生活恶挂 该名专家更声称 西方发动了一场混合战 当中不仅涉及经济 还包括政治与讯息层面 更表示西方国家的目的 是要让这场战争变成消耗战 来进一步拖垮俄罗斯 西方红杏亚准理报道